主播新時代台中大未來 歡迎觀眾朋友繼續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剛剛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局長跟我們分享了花博的相關亮點還有特色 不曉得觀眾朋友有沒有做好筆記呢 而其實這一場盛事呢除了台灣市政府還有各側部展人的努力之外 還有不少在地企業的投入喔 今天節目當中很高興就可以邀請到我們花博的贊助廠商 同時也是我們台中的在地企業家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聊聊 首先我們讓我們歡迎的是 吳鳳高福球場暨清新溫泉飯店董事長廖子誠廖董事長 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歐都納董事長陳坤陳董事長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兩位董事長好我們知道呢這次的花博盛會呢 我們的花博創生館是由我們在地企業家的投入 那我們先進一段VCR來看這四家企業的介紹 這隻是很盡責的幹地 這隻是要抬起頭才叫得到的自身員工 如果你問我在哪裡找到他們 其實他們比我們更早就住在這裡了 GOOGLE打電話來說要用我們的題材來做搜尋題材 我說怎麼有可能你的詐騙會吧 怎麼可能全世界品牌價值第二高的品牌 怎麼會找上我們這麼小的小公司 我們的產業還用到蠻多很傳統的工匠 他們對一些細節的一些要求 真的是很堅持 他來找我們 我們就說因為我們要找在地人 因為很多在地人已經不見了 當時我心裡有一個聲音 是不是老天爺要灌掉這個工廠 那這些員工要怎麼辦 因為有的員工跟我的二十幾年 甚至有的快四十年 fend 仆虛 這場火災是上天 способ 謀与我更有監 takich的任務 開發出對人類更有幫助的這個產品 實際上它在其中的1號 当他回归自然以后他就很漂亮 也可以办国际比赛 那也可以让客人在平衡点当中 不是很满意 可是呢他觉得很有意义 带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籍 来登顶 同时也是台湾目前 唯一的一张登顶证书 是以台湾队伍 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登顶 对这一块土地 我们有一份热情 我们也有一份爱在这个地方 还蛮坚持的 是以台湾队伍尼的一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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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呢在华博的枫园园区里面呢 就是规划了这么一座的创生馆 而就是有画面当中的这四家企业共同投入 我们首先先请我们的廖董来跟我们聊聊 创生馆的一个新建的一个理念好吗 是 这一次呢 就由我们中部的创业楷模 有四家来投入这个创生馆 那所谓的创生呢 是指这个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那如何在遇到困难之后呢 能够绝处逢生 那大家怎么在困境当中 用最少最少的资源 能够让自己重新再站立起来 那我相信呢 这种铁牛的精神呢 台湾的精神 是这一次我们在创生馆里面 想要去呈现的 那当然这个在地的企业 我们代表台中 欢迎全世界的好朋友 全台湾的好朋友 都能够来到台中参加这一场盛会 所以我们用一种做酒的心情 就是我们在迎神赛会啊 经常都会老顶酒老咖 然后大家会拿着医疗啊 带着你最喜欢的食物 来宴请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在创生馆里面呢 不但造型之外呢 我们办了很多的策展活动 希望呢 用欢迎所有好朋友来参加的心情 让大家来参加这一次 2018世界花卉博览会在台中 当初那个物丰高夫球场 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想要加入这个花博这场盛事呢 是因为物丰球场在921大地震之后 事实上 结果它是变成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球场 那在之后呢 大家很努力 很努力的希望带给机球的贵宾呢 是一个健康自然的生态 所以我们就开始转入一个生态的 一些认证的一个球场 那这个球场呢 我们觉得它在台湾非常漂亮的山林里面 那有一个非常好的盛会 我们当然义不容辞 赶快就报名去参加 那也希望透过花卉博览会这样一个平台 让台湾或者全世界来认识物丰高尔夫球场 真的我们刚刚有看到影片当中 我们是我们的团队是带着这个国旗上圣母丰 那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的想法 也想要加入这场花博呢 当初是我跟廖董市长 我们一起跟中部创业凯模这些好朋友去登山 那廖董刚好坐在我旁边 就说坤哥 我们台中花博我们应该要来参加一下 所以就因为爬一座山 然后廖董这样提出了一个邀请 那我们就筹组了这四家企业来参加花博 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大喜事 那因为台湾70%以上都是山岳的地形 那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有268座 台湾还有100座小百岳 那这268座其中有65座是在我们台中 那我想欧多纳就用这种从海平面 海岸线到云端从台湾到世界 那明年也是欧多纳完成世界七大洲 最高峰的攀登活动10周年 所以我们就推动台湾七顶峰 跟世界七大洲的七顶峰 来跟国际接轨 用三与三的对话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大喜事 刚刚这个影片当中有看到这个四家企业 其实都是我们中部的一个在地企业 局长您认为说 其实花博这场盛事 其实有很多大型企业加入 可是像创生馆是由我们中部在地企业 而且是中小企业这样的投入 您觉得这样是不是更别具意义呢 我们这一群企业组 都是台湾最难能可贵的创业楷模 那我们一直在讲说台湾最美丽的是人 那台中世界花博最美丽的是上市我们的企业团队 这是新鸟水新鸟鸟鸟 这是另外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他们参与的这个初衷 这种很漂亮 像刚刚两位董事长谈到的 我们不只要展现我们台湾的这个山林 我们把我们的创业的这个精神 用最少的资源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怎么样可以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那事实上我们台中世界花博企业参与 它的广度跟它的质量 事实上是超乎我们想象 像这个创生馆 它用的这个策展人建筑师 事实上就是我们台中非常年轻的精英 那一样这个年轻的这个精英呢 它跟我们四位这个董事长 完全一样的心情 很漂亮的心情 它就是要创造出它最好的东西 要把它最美丽的东西要呈现在我们四人的这个面前 我这里面有多少这个很困难的这个技术 但是呢 这里面的很多的心情的这个故事 既然有一天真的可以来说话比较完整 这个 因为局长刚才已经说八点钟的故事了 我刚才说八点钟 这八点钟要留给两位当事长来说 实在说是要留给两位来说 但是我现在是用很漂亮的心情 就是来欣赏大家已经完成的作品 这个是不得了的 从它的这个创意 到它使用的这个建材 到里面策部展 刚刚我们坤哥谈到了这个内容 三与三的这个对话 这个跟我们台中世界花博 刚刚你问到了 整个它的初衷 完全是契合的 这个都不用去沟通 心灵就已经自己沟通好了 所以我想我要再来重新来讲一句 台湾最美丽的是人 我们台中世界花博 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的企业团队 他不只来参与 他还共创 把最美丽最好的那一部分 把它贡献出来 然后大家把它整合好 呈现在世人的这个面前 这有点漂亮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董事长 都是这个日理万机的 不过对这个创生馆的新建 他们可是都不马虎 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掌握 这个整个步骤 甚至整个设计规划 他们都是亲身的投入 陈董是不是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创生馆的一个建筑的特色 还有它施工艺的困难点在哪边呢 创生馆它的建筑特色 一刚开始我们是希望用拔地而起 用创业家的精神从无到无 从无到有 对 所以它是一个漂浮的概念 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 完全没有任何一支梁柱 但是做到最后 哇 困难度来了 是 施工困难太高太高 几乎找不到承包商愿意来帮我们把它完成 所以我们就临时又集合了四家企业跟我们的建筑师 设计师同时再来讨论 非常多次的一个摩尔根讨论 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激荡 那最后完成现在这样一个异象 也是非常漂亮 就也从地上 然后最高的地方到七公尺 那整个四周是完全没有遮蔽物的 就用这样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空间 跟视野来跟我们的民众来对话 来接触 用最亲近的距离 没有任何围墙 没有任何玻璃 让民众来亲近它 接触它 认识它 了解它 甚至拥抱跟亲吻 除了这个建筑物要引人注意之外 其实这个内容物也很重要 对不对 廖董 是 当然 这个策展的时间长达这个半年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四家企业真的准备了满满的热忱 除了大家可以在里面体验 这里面有一个常设展 所谓的常设 就是你随时来的时候都可以了解创业的这个精神 创生馆到底什么意义呢 我们会在里面展现给所有的参观的朋友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每一家都像在地的这个热情的主人 我们欢迎大家来 所以都准备很多很多的奖品跟礼物 那大家只要在里面体验完之后 就可以互动跟对话 就可以领到这份礼物 那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其中呢 我们特别包括这个清新温泉饭店 也准备了这个白日梦的体验 就是你勇敢去闯进一个白日梦的馆里面 你就可以了解到里面 到底藏了是狮子还是老虎 还是国王等等 这些冒险的体验过程 那如果大家在里面白日梦幻想完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有整点的这个礼品的赠送等等 那当然大家觉得说 哎呀怂怂 怎么会在这里面送东西 可是呢 我们用在地醉草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就希望用这样的热情欢迎大家 除了廖董事长提到这个好礼大放送之外 郑董事长你觉得说 我们民众来到这个创生馆 还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收获跟回忆吗 我们创生馆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应该是与民众的互动 我们不希望一个大型的一个展会 它是只有硬体 所以我们会编制非常多的服务人员 工作人员 然后来跟民众做体验 我们四家企业 不管是光玉 不管是金瑞银 我们清新温泉 乌风球场跟欧都那 都设计了非常多的一个体验活动 来跟民众对话 那透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 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 然后跟世界接轨 包含欧都那的 刚刚谈到的台湾七鼎风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三月 它代表的花卉跟植物 来让民众来了解 来跟世界对话 跟世界接轨 对 我们相信应该有很多 很棒的教育意义在里面 对 所以说像董事长 我们是一个本身是在地企业家 那我们参与这个花博的盛会 希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当然这是一个台中市非常大的一个盛会 那我们很希望提起我们整个城市里面 大家的光荣感 那整个市府团队 就我们局长也在旁边 大家知道他们非常辛苦这段时间 其实如果说到耍 可能蜜蜜蜜蜜蜜蜜 全世界 全台湾的民众 可以来看看这个都市之美 那它有许多的特产 包括当然花卉博览会 就台中的花卉 是在这个世界上应该算是鼎鼎有名 那我们有许多的美丽的城市的建筑 美丽的人文风情 我们的文化 我们都非常欢迎 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一起来 一起来看看这个城市之美 藉由这个花博 对内我们有光荣感 对外我们可以行销 让我们自己连结在地 连结国际 甚至于有很多高科技 让我们连结未来 那我相信这场花博盛会 一定是非常多元而精彩 陈董您觉得说 从参与这个花博盛会到现在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 而且成果也已经逐渐的展现了 那您会觉得说 当初廖董市长的这一句号召 我就这样子一起跟他一起冲 会觉得说有后悔有辛苦 还是说有苦说不出吗 完全没有后悔 不辛苦是骗人的 但完全没有后悔 那只有四个字 这真是一个非常甜蜜的负担 甜蜜的负担是五个字 真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不管是在过程当中 在转折当中 在冲突当中 在产生共识 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的过程都是非常美的 那到现在 从建筑的美到我们的整个长设展的美 到未来每个月我们都不同的企业 会规划不一样的一个主题特展 来跟民众接触 让民众让花博不是开幕很热闹 会是每个月每个月都让民众期待 来跟我们在一起来对话 局长您看到在地的企业家这么认真这么投入 是不是心中也很感动 为了迎接这么美丽的一个作品 我称它是一个作品 我也偷偷的做了几项改变 第一个我在旁边做了一个玫瑰花园 那玫瑰本来比较少 我把它种的非常的多 我也调整了树种 然后另外在它的侧边 营造了一个水的环境 那这个水环境当然有水流来做搭配 那另外为了要展现这一栋建筑物的美 我还协调进发局 把它原来要作为消费的这个场域 把它的范围把它缩小 那营造了一个广场 让我们这个视觉上 可以直接来体验到这个建筑的美 那也搭配我们 因为这个创生馆 刚刚两位董事长也谈到 它是一个创生的过程 才产生的 那必须要把非常多好的东西 透过一波一波的侧布展 呈现给全世界 所以这个小广场的营造也好 我们的玫瑰园的营造也好 或是它水岸环境水流的营造也好 就是要来呈现 这样的一个内容跟过程 那我实在是非常的敬佩 刚刚两位董事长不好意思讲的 我来这个讲两三句话 补充补充 这个案子真的是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但是可以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从这个建筑的规划设计 然后变更 一再的检讨 到最后呢 因为要做一个完美的东西 就切没人敢来去 然后这个临时团队又重整 就是又做下来 那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最顶尖的 这样的一个创业的这个团队 他们我想应该是 以当初的创业的这一种精神跟力量 又重新重现在这个创生馆的 整个创作的过程中 这个是甜美的果实 也要恭喜两位董事长 还有我们四个企业家 这一次台中世界花博的企业参与 可以做到共创 事实上每一个作品 都是一个故事 那创生馆呢 是我参与里面 这个过程 最先兴的一个 但是呢 就是透过两位董事长 还有其他两位董事长 大家集体的这个力量 总是可以画为机为转机 而且创造出最美丽的 那一天卖材料 这个建筑材料的董事长也在 他拉着我一定要跟这个馆 一定要拍个照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馆 这不简单不容易 他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材料 他的材料也是从全世界来 都是最好的 是 所以没有玻璃耶 没有锅 没有锅 对 那在里面可以有玫瑰圆 有水柳 有水岸 然后看到很多人这样进进出出 这个很感动人的 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创生馆 其实从局长跟董事长的话当中可以提到这个创生馆 这一波三折 其实也蛮符合我们创生馆当初的理念 就是一种共创 然后再生的一种感觉 它就完整的呈现在我们这个建筑上面了 那当然除了它的建筑特色之外 它的内涵也很重要 那内涵也有我们四家企业 共同下去支持 共同下去充实它 让观众朋友来欣赏花博 还可以欣赏到我们在地企业家的精神 而局长刚刚也有提到说 看到企业家这么努力 这么投入都很感动 是不是我们未来也打算把这样的模式 运用到其他的地方上呢 创生馆以后一定是要留下来的 因为这个精神 是这样美的作品 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那刚好葫芦敦也少了咖啡厅 是是是 董事长咖啡 那如果四位董事长同意 我们就把它留下来 以后来卖董事长咖啡 董事长咖啡 来卖这个创业咖啡 那事实上这里当咖啡馆 它会很有特色 应该会变成将来来台中 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 我们已经把葫芦敦公园 把它变成花园了 那有创生馆在这里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那除了说创生馆以后有计划 要留下来之外 我们这个花博园区 还有哪些地方是要作为这个 永久的这个场馆的地方规划吗 这两位董事长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葫芦敦原来是一个公园 我们改造之后变成一个花园 我们所有的建筑花博以后全部留下来 哇真的喔 所以都已经有规划好 我们还把原来 这两位董事长很清楚 有一个礼民活动中心 那有一个辅人馆 两位都是我们辅人社非常重要的社长 我们俩二合为一 他花了几百万 把他拉皮重整 现在的枫园人昵称他叫做枫园的小白宫 小白宫 哇 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就很美 就是把两个原来都完全不搭掉 很老旧的建物几十年的 拉皮然后重建变成 所谓的这个小白宫 那他事实上在展后 就变成枫园的五色的辅人馆 所以跟我们的创生馆一样 普伦馆可以来卖糕饼 创生馆可以来卖咖啡 这样很符合我们枫园 这个糕饼之乡的美名 没有错 那除了枫园之外 所以后里外埔那边的 也都会留下来就对了 我们除了森林园区 大概有两个临时的展馆 大概可能也要在五年后 才会把它转型 那事实上我们盖的 刚刚讲的花屋馆也好 或是我们的花马道 通通会留下来 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森林园区以前的计划 是要把它变成住宅区 但是加龙市长 他已经做了一个很贴心的决定 后花婆时代森林园区留下来 变成森林公园 好棒喔 只有百分之大概二十几的面积 把它变更成住宅区 其他通通留下来 所以我们里面有1900棵的老树 都是八十年以上的 通通会保留下来 陈董您听了局长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还有未来这个花婆的规划 是不是对我们花婆更加期待了 充满了信心 期待这一场台中的大喜事 更多人来参与 更多人来参加 更多人来了解 要懂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说 有更多观众朋友一起来 我们花婆 然后三个园区看看 然后了解在地企业 了解我们在地公益家的一些 努力跟特色呢 是 在这次花婆里面 大家可以完全自由去呈现 尤其市府给了这么多 很好的规划又贴心 那我相信这场盛会 一定可以办得非常热闹而有意义 今天局长跟两位来宾来现场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花婆园区的一些亮点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11月3号台中花婆将正式开幕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这个花婆园区聆听花开的声音 谢谢 谢谢三位来宾今天的加入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一定要来双声馆 谢谢 台中大未来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